好了,回來第二節,在第一節簡單介紹了一些經典力裡面的經典牆的概念 譬如說一些經典的重力牆或者電池牆,我們都可以用到一個很簡單的顏色 譬如說萬有引力,它就會是兩個有質量的物件的大小就決定了中間的重力有多大 或者一件單一的物件,它的質量多寡,已經可以幫我們決定到它周圍衍生到的重力牆有多大 同樣類似的概念,亦都可以應用到它在靜電殼那裡 一個電荷大的物體,就意味著它有能力牽引到或者產生到一個更強的電場在這個電荷的周圍 在這裡重溫一些在重力牆,或者在電場的一些概念,一些圖像 譬如說重力牆先說,我們會看到後來一個比較現代的演繹 尤其是有了這個廣義相對論之後,我們就會說 一個質量大一點的物體,它產生到一個強一點的重力牆在它周圍的時候 就會令到周圍的那樣一些的物體,當進入了這個重力牆的範圍的時候 就會受這個重力牆去牽引,有一個相互作用,於是有力的交換 在強一點的情況的時候,你會發覺甚至乎外圍的物體可以被中間重一點的物體去俘虜 令它圍繞著這個重一點的物體去旋轉 或者有一些沒有那麼厲害的情況,就是至少一個外圍擦過的物體 它可能會受到中間的這個很重的這個物體的重力牆去牽引,而有所編折 於是他原本以為自己走直線,於是就走一曲線 但在這裡我們也可以提一提先前提過的一個以前的集數裡面提過很重要的概念 在這個尤其是重力牆那裡,牛頓那個力學的重力牆在說的東西 都仍在停留在有質量物體的層面 到了我們後來知道有相對論的時候 我們將這個傳統經典的牆的概念去重新演繹 於是可以再推廣遠一點 在過往牛頓的力學裡面,我們沒有辦法去理解光 為什麼都可以受到引力牆牽引而去有所編折 甚至乎黑洞的情況,我們更加想像不到 但是當去到相對論的時候,我們就會說了 一個質量強的物體,或者能量強的物體 在他周圍,他會牽引到一個很強的重力牆 而這個很強的重力牆的作用呢 是其中一個,而是牛頓力學獨有,即沒有提到的 就是說,他是有能力令到他周圍的空間有所扭曲 於是乎,在其他經過這個扭曲空間的物體走過的時候 這一件物體,他就因為空間彎曲的緣故 他就不知不覺之間走曲線都不知道 他以為自己走直線 但實際上,他在一個彎曲的空間裡面走直線的時候 就好比於,我站出來,一個平直的空間裡面 其實他走曲線,一個這樣的意思 所以只不過在這個有引力,產生長 怎樣令到周圍的東西有所編轉的這個概念裡面 加多了一層,就是一個空間扭曲的這個概念 這個可以都會說,在經典力學裡面 當我們上到這個相對論引力的這個層次的時候 我們就會將空間扭曲這個概念引進去 來到這裡,其實都離不開就是說 因為有物體,它是有質量或者有能量 於是乎就會牽引到到周圍有重力牆 那麼這個概念基本上沒有變過 那麼在這個電學、電磁學那裡 也可以提一提其他相關的例子 我們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有帶電荷的粒子,它本身就有能力 在它周圍牽引到一個的電場 於是乎就是其他帶電荷粒子進入了這個電場的時候 就會跟它有電的相互作用 於是乎就會排斥或者吸引 大家力之間的交換是透過牆作為一種手段 於是乎就是模型之手 其實就講一個牆的意思 其實在這裡也可以再提一提 有人嘗試去就是說 那究竟牆裡面又是有什麼事發生呢 牆好像被我說到一樣很抽象模型之手 好像一個鬼魅的東西 令到我可以將兩件物體 就算透過真空也可以互相牽引 那麼具體上來講,在牆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而最後可以成就到這些力的交換呢 在這裡容許我拆開一點點 再講深入一些 其實到今天的粒子物理學裡面 我們會認為 甚至標準模型那裡也會提到 這些牆裡面 可能背後有一些更加基本的特性 這基本的特性就是說 這些物體之間 去產生牆的時候 其實它是繼續去產生 或者是交換一些 叫做力的作用的粒子 譬如說 兩件帶有質量的物體 他們去透過萬有引力作用 去交換他們的引力的時候 我們會說 沒錯,產生了個牆出來 令到雙方遭遇到大家的牆 於是乎大家就會萬有引力的牽引 但是這個無形之手 這個牆背後是什麼呢 就是有人說 其實背後他們是交換著這個引力子 這個引力子的整體的表現 就會形成了一個好像牆的特性 所以就會說 開頭兩件物件互相吸引 為什麼呢 我們說因為有牆 那你就可能會問 為什麼有牆呢 有人會告訴你 因為他們有交換著一些引力子 一些跟力有關的相互作用的基本粒子 但是今時今日來講 我們暫時沒有實驗 去真的印證到這個引力子的存在 但是呢 如果在這個電磁殼裡面 它的理論 即是裡面的電磁理論 就告訴我們 這個這樣的電磁牆 本身其實在發生什麼事呢 為什麼有電磁牆呢 我們就會說 是因為這些帶電荷的粒子 他們是交換著一些光子 光子呢 就是一些可以說是 幫我們去交換這個 靜電力相互 或者電磁力相互作用的一個媒介 那這一種這樣的 即其實去到甚至乎 更加基本一點 去到量子場的層面的時候 這一套這一種這樣的蟬術 其實是有一些證據的 我們會找到一些 去交換藥作用力的基本粒子 或者交換強作用力的基本粒子 他們可以形成到一個 即是他們由他們牆的特性 去形成到這些這樣的粒子的特質 就好像幫我們兩者之間去交換作用力一樣 在這裡有少許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在經典牆的世界裡面 我們好像會覺得 交換力的粒子 是比起這一個的牆本身 是更基本的概念 一種這樣的概念 好像 但是去到量子場的層面的時候 我們會發覺就是 剛剛反過來 牆是一種更加基本的特性 而我們見到這兩個物件中間 交換一些粒子 來去傳遞相互作用 反而是牆本身的一種表現 所以在這裡 我覺得很有趣 我們其實提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 究竟這些粒子本身 是世界上物質一個最基本 最終極的單元 還是有一種更加抽象的 叫做牆的物質 它才是我們見到這些物質表象 一個更加抽象的一個概念 那哪個才是最基本呢 這個就真的要交給大家去再想一想 但起碼現在以這個物理學家的世界裡面 經典的牆我們會稍微認為 就是說 會有一些基本的交換力的粒子 來去比出一個牆的表現 但是去到一個量子場論的時候 我們就說牆才是一個最基本的世界 那在這裡 叫做 都是比較粗疏地去嘗試介紹一下 一些比較入門的概念 實際上一個量子場論 如果真的講到很實際上的操作 已經可以去到一個研究院程度的物理學 但是我們會在下一集的時間 我都會盡量嘗試一下 用一個最簡單的語言 來去幫大家理解一下 一個什麼叫做量子場論的一個物體 那我們接下來還有第三節 我們就會講一下 剩餘一些在經典力學 或者經典場裡面 一些其他的相關的一個概念 我們第三節回來再講